嗨 各位 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如果要跟刚认识的熟男朋友聊天 要怎么开始呢?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跟他聊圣斗士就对了 诶 你最喜欢的圣斗士是哪一个? 哦 是处女座的沙家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四十座的爱奥里亚 长大之后呢 我最羡慕的圣斗士是 看到没有? 想找个话题跟熟男聊天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圣斗士心思 就是我们这些大叔们的共同记忆 你要是问我星座的先后顺序 我可能还会答错 但你要是问我黄道十二宫的顺序 我还可以倒着念 今天我们就来来到这部经典作品 圣斗士心思 以及创作出这个热写故事的漫画家 車田正美 那么我们就能在乱下 我们就提供的热写故事的 Zither Harp 1953年车田正美出生于日本的东京都 从小他就是个热爱漫画的小孩 特别喜欢手种至宠的原子小金刚 与横山光辉的铁人28号 甚至小学时为了想买漫画 他还会去送报纸打工 学生时期他的成绩一直不理想 反而在惹事生非上颇有心得 三不五时就找人打架 是镇上出了名的问题学生 高中加入柔道社的车田正美 开始对格斗产生兴趣 还迷上了本宫洪志正在连载中的作品火爆小子 这部漫画带给他很大的启发 觉得漫画家能创作出里面那种热血的不良少年 真是太酷了 于是他开始模仿着本宫洪志的画风 画着他心目中男子汉的样子 高三的时候他满心期待将好不容易创作出来的短篇作品 投稿到吉英社的Young Jump讲 最后却连个入选都没有 血气方刚的车田正美 不甘心的直接杀到少年Jump的编辑部 询问落选的理由 结果编辑回答 虽然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对漫画的热忱 但你作画的基本功完全不行 建议他还是从担任漫画家的助手开始 从基础慢慢磨练 在吉英社编辑的介绍下 车田正美来到了锦上红的工作室 以助手的身份协助魔头手的连载 也是从这时候他才开始正规的学习到作为漫画家的技能 最常负责的工作就是贴网点 贴久了还贴出了自己的心得 这种学徒制的助手薪资都不高 让他经常还要一边兼差才能维持生活 但凭借着对漫画的热爱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吉英社看他是可磨练吃苦的人才 也曾经安排他到他的偶像本宫红志旗下工作过一阵子 在贴了两年多的网点之后 车田正美终于在1974年以女强风暴正式出道 无奈声不逢时 当时刚好遇到十月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 在民生物资飙涨 少年Jump删减杂志页数的政策下 让这部以不良少女作为主题的漫画 在断断续续的连载了21话后就被砍掉了 OK OK What? Why? No Ohっと もう耳鳴は収まったのかい おっちゃんよ Mashura無限生 Ryuが俺に言おうとしたパンチはこれか 慌てるな 奴の真の拳は一つ 他は全て俺の目に映る錯覚だ 幻には消えてもらうぜ Galactica Phylum あ あ あ 1976年 《卷土重来》的車田正美 推出了以拳击少年作为主题的热拳本色 一开始这部作品还有点小拳王的影子 走的是传统的写食运动路线 偶尔还会穿插一些拳击规则的知识点 表现中规中矩 初期的人气也不韵不火 但自从剧情进入冠军家年华后 回力勾拳 霹雳拳等必杀技开始出现 热拳本色的人气也随之提升 让他意识到原来读者就是爱看这种超浮夸的格斗 漫画的表现就是要over一点才能脱颖而出 热拳本色之后的剧情越化越脱离现实 从都大会到日美对决 再战到世界大赛 最后连希腊十二神跟阿修罗都跑出来了 必杀技也越来越炫炮 配上英文发音的名称 加上大跨页的魄力构图大受欢迎 虽然跟一开始相比 热拳本色的风格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但持续高涨的人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连载了五年之后 热拳本色就在少年Jump 连续三期封面彩页的超高规格领域下 漂亮的谢幕 单行本累计销售超过1300万本 也让车田正美摆脱了打工仔的命运 站稳了职业漫画家的位置 职业漫画家的位置 今年车田正美推出了以现代高校生忍者 作为主题的风魔小次郎 一样是不断打倒敌人 吸收成为伙伴 一同对抗新敌人的王道成长模式 他在长年以来已经被画到烂的忍者题材中 加入了十只圣剑的元素 让打斗更有变化 画工与人物的造型也开始有了进步 比例不再是那么老派的大头娃娃模样 这些改变让风魔小次郎连载的过程中 回想也相当不错 但就在渐入家境之时 一直教导他要做个热血男子汉的父亲 却在这时病倒了 原本一天要抽五包烟的他 毅然决然禁烟 只为了许下承诺祈求父亲康复 不过他的父亲最后还是走了 丧亲之痛让一向以真男人自视的车田正美 再也坚持不住 加上在那个附间都还未出道的年代 漫画家不论有什么理由 想要临时修刊都是不可能的 已经无心作画的他 也只能把风魔小次郎草草的收尾 连画了两部奇幻主题的车田正美 在调试好心情后 居然带着一部老梗到不行 描述不良少年一桶江湖的故事回归 或许是想找回最初被漫画启蒙时的感动 他还表示会成为漫画家 似乎就是为了要画《南版》这部作品 与师傅本宫红制的火爆小子一样 南版走的也是怀旧的不良硬派路线 主角菊川仁义也塑造的跟他心目中的男孩子一般 不管被打倒多少次都会再站起来战斗 虽然怀抱着很大的热情 但南版的风格明显的过时了 连载期间人气始终拉抬不起来 在市场压力下 于第三十画就被少年川普下令砍掉 想要传达心中的意念 但故事却无法说完的情况下 让他心有不甘地在最后一回的页面上 写下了大大的未完两字 并在单行本的作者的话中表示 只要得到读者的支持 他就会再继续画完这部作品 《南版》的挫败 还让入行已经满十年的车田正媒进入了一段深刻的反省期 他决定把自我情怀与男子和之道先放到一边 以娱乐性作为最高宗旨去构思下一部的作品 他想起了某次与友人在千叶线露营时 欣赏到一场罕见的狮子作流星雨 那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带给他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灵感 于是一群拳头可以划破天空 双脚能够撕裂大地的热血少年 为了拯救女神而欲血奋战的故事 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成心 过去的经验告诉他 若这部作品只是卖弄格斗是远远不够的 他还必须加入一些前所未见的创新元素 于是对占星树颇有兴趣的车田正媒 就创作出一种能与守护星座形态对应的铠甲 简称为圣衣 让穿上铠甲的角色们差异更加明显 特色更为鲜明立体 为了吸引女性读者 车田正媒也将人物设计与身材比例调整得更加美型 并结合充满浪漫色彩的希腊神话 建构出女神雅典娜与圣斗士的独特世界观 由于亲生弟弟早殃 车田正媒从以前就一直渴望能有一群个性相依 却又能携手前进的兄弟姐妹 他便将这份心情与自身背景投射到主角群的设定上 无脑热血的主角星史具有他男子汉的个性 不怕苦不怕难 有着打不死的属性 只要雅典娜喊一声 再痛再累也会站起来奋战 也是血汉劳工的最强代表 与星史相反 个性沉着冷静的冰河则是展现了他尊师重道的一面 对于他现实生活中母亲早逝的遗憾与思念 也好几次出现在冰河的剧情里 实力强悍的一挥与温柔体贴的顺兄弟党就更加明显了 两人一纲一柔的设定恰好满足了他想要宠爱弟弟的梦想 同时也兼具靠着中性美少男吸引女性读者的市场需求 而青铜五小强中人气最高的子龙 不知道是不是要反映车田正媒内心里抖音的倾向 明明叫子龙 却一路上被虐得跟狗一样 要牺牲流血 要同归于尽的永远都是他 号称配备硬度最高的盾总是一开打就爆掉 继承修罗圣剑的右手也是名斗士一砍就骨折 还是个瞎眼专业妇 大家可以算一算他在全系列中到底眼睛被戳瞎了几次 继承修罗圣剑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獄の訓練の日々を生き抜き ペガサスのクロスを得る 聖夜の拳は速い 速い 恐ろしく速い 毎秒百発を超える音速の剣は流星の名にふさわしい 時に高速すらも超える彼の拳はまさに神の領域 人を超越したこの拳はもう誰にも見切れない 1986年少年Jump的新年号 圣斗士心史已登上封面彩夜之姿面世 循幻的神話世界观 新颖的圣衣系统 迷人的酷歌美男 立刻抓住了眾多読者的注意力 而劇中各种独特的名詞 如小宇宙、圣战、第七感、新命点 也将这部作品点缀得又神秘又有趣 加上車田正美一直都很擅长的必杀技設计 星史的天马流星拳 冰河的钻石灰尘 顺的星云锁链 一灰的凤意天降 子龙的庐山生龙霸 真的是让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男孩子的小宇宙也跟着燃烧 当气势如虹的圣斗士星史 剧情进入圣域十二宫篇时 人气更是冲上顶峰 与七龙珠和北斗神拳并称为80年代的少年Jump三大台著 而其中最大的功臣又非黄金圣斗士莫属 车田正美利用他擅长的网点技巧 表现出圣衣的金属质感 将强大与魅力兼具的黄金圣斗士们衬托得更加有形 每一位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就连没在追的读者也纷纷好奇 代表自己新作的黄金圣斗士会长什么样子 セイントセイヤ 君はコスモを感じたことがあるか 剣は空を剃ち 蹴りは大地を割るという手が刺すクロス これで 俺は地上最強のセイントになったのか 今蘇る英雄伝説 セイントセイヤ 新番組セイントセイヤは10月11日土曜夜7時スタート 也因为《圣斗士星史》具有相当大的商业潜力 在漫画才连载10个月 单行本的第一集都还没发行的时候 看到商机的万代公司立刻结盟了东映与吉英社 开启TV动画的制作计划 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担任动画版作画总监督的荒木神吴 这位惊艳老道的动画师 为《圣斗士星史》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调整 可说是这个IP的隐藏版最大工程 首先是被粉丝系称为安全帽系的圣衣造型 让铠甲的包覆性更强 线条更加柔顺 与漫画版本相义的做法 一样可以多卖一倍玩具的万代笑得合不拢嘴 此外 荒木神吴还将原作里需要手动穿透的圣衣 改为各部件都会自己飞出来 组合在《圣斗士》身上的酷炫过场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帅到让我都疯狂了 后来这种经典的着假方式 在几十年后还飘洋过海到了美国 被一个叫东尼的人学走 动画版《圣斗士星史》的推出 恰巧弥补车田正美在画工方面的不足 无论是人物设计、圣衣造型或是必杀季的呈现上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再配合朗朗上口的各种热血歌曲 天马座的幻想 Soldier Dream 永远的蓝 地球仪等等 相信许多男孩子虽然不懂日文 但只要旋律一下 马上就可以开口唱上个一两句不是问题 动画版的这一改动让朝日电视台选择在周六的黄金时段上档《圣斗士星史》 一开播就创下了将近10%的收视率 玩具周边也卖到翻掉 更进一步地带动了漫画原著的人气与销量 获得空前的成功 成为80年代现象级的动漫作品 《圣斗士星史》动画开播后没多久 制作小组就发现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 就是动画版的进度已经逐渐追上漫画原著的剧情了 但观众与市场的热度已经被炒作起来 再怎么样也无法在这时候喊停 于是动画版原创的北欧片就此登场 这个加入北欧神话题材的动画版本我个人非常喜欢 不再只是一直闯关战斗 而是将每一位守护仙宫的神斗士都刻画得有血有肉 就算是敌人也都有着让人感动或是可怜之处 套用到现在 就是与鬼灭之刃在描写十二鬼月时差不多的处理方式 原创的优优独播剧场 好 打工打工 北欧片虽然增加了人物的深度 但毕竟只是用来电挡的作品 无法跳脱原著的框架 自然会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加上漫画连载的进度海皇片 也是走车田正美一贯的打怪升级 援救女神的模式 在读者与观众已经看腻的情况下 《圣斗士星矢》的人气产生了急速崩叠 即便接下来的冥王片开始出现各种旋逸与反转的剧情 圣衣的华丽程度也追上了动画版的水准 但战斗风格一成不变的情况下 还是抵挡不住快速流失的人气 少年Jump眼见大势已去 在1990年结束了《圣斗士星矢》的连载 《圣斗士星矢》在漫画的结尾其实有个小插曲 车田正美原本设定是开放式的结局 在星矢与天马流星拳打向黑地之后 就接续了浩瀚星空的大跨页 让这部由星空开启的作品最后也以星空作为结束 充满了史诗神话般的浪漫情怀 但这样子的结局惹怒了一堆读者 觉得《圣斗士星矢》跟作者根本就是在乱搞 把《圣斗士星矢》以敷衍的方式收尾 庞大的压力也让《极英社》逼迫车田正美 在另一本杂志《少年V Jump》上重划了新的最终回 黑地斯被打倒了 邪不胜正好棒棒 青铜吴小强诡异的笑脸浮在天空 加上政治正确的文案 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版本 但说实话 这样子的ending真的有比较好吗 这样子的结局根本就是在操天线宝宝吧 连载结束后 车田正美沉淀了一年多 他筹备多时的星座 《竞斗士翔》 再度以风退的形式在《少年Jump》连载 这次的世界观探讨了人类的根源与进化 但是经过了几个星期 这部作品的人气始终尽陪莫作 在新人辈出竞争激烈的90年代 就算曾经是在80年代立下汉马功劳的老陈 也只能在连载三个月后就黯然收场 虽然砍掉人气低迷的作品本来就是业界常态 但这一次集音社的沟通似乎出了点问题 大大的惹怒了《积怨已久》的车田正美 在《竞斗士翔》的最后一话 本来两边人马都已经要开打了 主角突然莫名的讲出一些 人类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古怪台词 然后画面就切换成一只鸟飞向地球 最后大跨页的留下了一行never end字样就结束了 看到这么有创意的结束方式 让我都在诸书店里唱起歌来了 新仇加上旧恨 怒气指已经点到MAX的车田正美 在《竞斗士翔》完结后 立即与《少年Jump》结束了专属契约 跳槽到角川书店连载新作品《钢铁神兵》BTX 连载了五年多之后 他又回归几音社 在半月看《SuperJump》上连载热拳本色的续作 偶而心血来潮还会画画回溯限定的短篇作品 同时他也开始学习以电脑辅助绘图 在2006年以全彩的方式在秋田书店的周刊少年圈评上 展开了《圣斗士新时》的正统续作 《冥王神话》Next Dimension 不过粉丝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早就不缺钱的车田正美 对于《冥王神话》ND也是要画不画的 休刊的时间比连载的时间多很多 应该也会是部《有生之年》系列的作品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读者们都已经长大了 还是现在的市场更倾向于一些画工更细腻 风景更流畅 剧情更完善的漫画 车田正美这四个字 近年来已经渐渐地离开了读者们的视野 但其实那位奋战不屑 跌倒后永远会再站起来的男子汉漫画家 哪怕已经即将迈入古兮之年 依旧顽固地待在线上努力着 就算现在已经是不属于他的时代 但我相信当年那些燃烧着小宇宙 为了女神欲邪奋战的少年们 却依然活在许多大叔们的心中 来聊聊现阶段的圣斗士行驶吧 在漫画结束之后 其实这个IP在全世界还是很受欢迎 商业价值到了今天依旧相当火热 玩具、周边、游戏、同仁志、电影出个没完 这个坑就跟无底洞一样 怎么填都填不满 甚至还曾经与朝日电视台和 杰尼斯事务所合作推出真人舞台剧 由SMAP与TOKYO扮演圣斗士 与其去期待年纪真的很大的车田正美 去跟上时代的脚步 出版社与玩具公司更倾向将这个IP 交由新世代的创作者去发挥 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面向不同族群的衍生作品 例如以低年龄层观众为诉求的 圣斗士星石Omega 偏向少女漫画的圣斗士星石Episode G 以女性角色作为主题的圣斗少女祥等等 甚至由首带木石之创作的衍生作品 圣斗士星石的Lost Canvas 冥王神话 就因为画工与剧情都相当够水准 不只吸收了一票新的追随者 就连老粉丝也相当买单 人气甚至还有超越 正统版冥王神话ND的趋势 这样讲可能有点残酷 但现实的状况就是 车田正美现在的作品 就只能够填坑跟卖情怀了 不过能构筑出 这么精彩绝伦的世界观 所创作出来的IP 一红就红了几十年 真的是件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没有它 就没有在许多人青春的记忆中 占据了一个位置的圣斗士星石 在我心中 车田正美的地位 是永远不可能会有人取代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 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喜欢 车田正美或是圣斗士星石的朋友 我每周都会上传影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开玩笑 再次访问 緊張の中 各自が頑張って 歌とセリフで物語を進める様子を見てみよう 这位舞台だった 这位是一段吧 这位是一段的 那是一段的 Full anyone Sabi 着 Full anyone Full anyone 嘻吹き与えてくれた 水上の上 見舞う 黄金の 友がいる 泣きながら やべえ俺が やばいこれ 祈ってくれた 空の上 海の上 泣きなが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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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最後だ ビックトルネー どうでしょ 気は思い 泣きなが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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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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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にも合った通り この舞台 WIREを使った 中央マンアクションが連発する 当時としては画期的な演出 役者も体力、技術 共に必要で難しい演技だったが 木村拓也は華麗に凝らず 草薙や河鳥もこの難しいワイヤーアクションを果敢にこなしていく しかしこのワイヤーアクションに関して当時のスタッフだけが知る裏話があった スマップ初舞台を演出した菅野さんに話を聞いてみると 菅野さんによると稲垣は特にこのスタッフに苦戦していたという中でも特に稲垣が苦戦したという場面が彼はね確か高所恐怖症だったんですよ高いとこ嫌だった 勝った上で見るのはダメだよね スマップ初舞台を流し守ろうとした 優しく笑っているようにも見えるが頑張って右手では演技を続けている そして各舞台の山場となる中井と木村の一騎打ちの真にもこんな裏話が もともとのグループだから仲がいいですよね仲がいい2人が敵方に分かれて戦うってことを本当に戦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せるにはどこまで稲垣までガンガンぶつかり合うかってことを中井君が散々もっとやらないかもっとやらないかってもうガンガン言うし 沖村君も受け止めて返しておく返しておくっていうのでものすごい努力してましたね さあ生放送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スマップ頑張ります衝撃の禁断映像3位まで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がいかがでした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